在爵闊的四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從案例演練中學習B.IM塑膜的網路課程 我的名字叫做謝上賢 目前在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任教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我們在2009年在土木系也成立一個工程資訊模擬與管理研究中心 簡稱BIM研究中心 我目前擔任研究中心的主任 在這套課程裡面 我們透過擬真的一個案例來演練 然後來教大家怎麼樣利用BIM的工具來塑膜 那總共目前有46部的影片 那你學習到前面的27部 就可以把這一個案例的結構體能夠把它完成 那你如果再繼續往下學 學到第37部影片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結構裡面的裝修的部分也學會 那最後到第46部的話 當然就是整個都學會 包括怎麼樣從3D的模型裡面來出圖 那在學習這個 就是透過這個影片來學習的之前 你可以在我們這個檔案資料 就是課程的這個影片的右邊 還有在左手邊 你都可以去下載我們 我們的一個Revit安裝教學的檔案 還有另外就是我們所採用的這個案例 是建築製圖以及基礎式的考題 它裡面有一套2D的工程圖說的PDF檔 另外就是在建模的時候 為了方便大家有一些原件 容易使用 我們也給大家一個建模的其實檔案 那裡面也包含一些我們幫大家 先預先建置好的一些原件 那這個就是 大家現在目前看到的 左手邊這個就是 你會看到的 這一套2D的工程圖說 裡面的一張 這是它的一個立面圖 那另外你建模的這個過程 跟建模好了以後 你會看到一個 一棟六層樓 那地下一層的一棟建築物 那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們邀請到了郭榮欽、郭老師 那也是我目前研究中心的執行長 那郭老師有非常豐富的教學 還有實務的經驗 那他目前也受邀在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系 還有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的建築系 在教授BIM的相關課程 那郭老師會在這裡面擔任講解的工作 那另外我們有一位 蔡元浩、蔡同學 會協助郭老師 他是擔任整個影片裡面 軟體的操作的部分 那大家如果對於BIM的其他的資訊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BIM研究中心的網站 這個網址 還有我們有一個在 臉書上面的粉絲頁 還有在微博上面的這個粉絲頁 的這些網址 都在這張同一片上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這些網站 去看我們公布在這些網站上面的 相關的 BIM相關的 我們發表過的一些文章 提供的一些資訊 還有我們整個中心的這些活動 都在這個網站上面 大家可以做參考 另外呢 跟這一套影片搭配的 有一本書 那這本書呢 書名叫做透過案例演練學習BIM 那目前出版的是基礎篇 那這一套書呢 我們預計總共會有三冊 那第一冊就是這個基礎篇 那剛剛才發表 另外在第二冊呢 我們是規劃基電空調 還有一些管路 另外應該還會包含 就是建築結構 還有基電空調管線 這些模型之間的碰撞檢測 這方面的一個教學 那第三篇呢 是有關於BIM相關的應用方面的 這個說明 那這包括怎麼利用BIM的模型 來進行分析 還有怎麼應用BIM模型呢 應用到 例如說數量材料的統計 模型的整合跟視覺化 還有整個施工過程的模擬 這些方面 那我想呢 最重要的呢 學習塑膜呢 你還是必須要動手做 如果有親自 照著我們這個影片的這個教學 一步步動手做 你才能真正的學會 我們這個BIM的塑膜的技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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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